今世界 王蝉老祖 玄妙真经 王蝉老祖 上街显楼 慈悲明事 吾我岂上一礼 我告诉你 这月阿弥陀佛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现在龙溜脸 你怎么解 儿子龙溜脸 为什么呢 我用算 我会教你们手卦嘛 他儿子的命果是游魂瓜 我女儿子都滑滑溜蜜 你是有乡吗 老叔啊 怎么办啊 我怎么办啊 这就是义政啊 你那厉害 你的儿子去找政 哎呀 麻 这不色 这不麻啦 麻麻片片啦 我女儿子 我请这商人去睡啊 家里不顾 你出来自己说 哎 怎么样 哎呦 麻麻片片啦 你这个 啊 你的儿子 啊 你的儿子 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要说 你的儿子 这个阿公的风水 阿公风水呢 这个白虎洞嘛 白虎洞 就是 红水右边瓶瓶瓶瓶瓶 啊 老叔阿 我阿公的红水假平都一斤工 drills 啊 工程抜理 afterwards 阿祖,那个钢琴起来后,我家里我就乱操操啦 我家里烦恼啦,所以我干脆出家算了啦 你不负责人,没有政治的阿爸,你知道吗? 那好啦,那你有没有究竟? 你究竟还是不懂? 哈哈哈哈,还是你主灵不安 自己的孙子都带你自己去 变成儿子,游魂,说一声咧 电的瓶就来了啦 我坐在世界和平中楼旁边那边 他就走到旁边去,我看他脸色都变了嘛 我接电话,我一定警察打电话来啦 我说,哎,法叔啊,警察打电话来叫你把小娘回去,对吗? 你知道吗? 我有经验吗?我看着很小啊 哎呀,麻麻片片了,回去啦 回去,风水变起来 哦,你小娘好好教 这样你宅家就是 理会烦恼了啦 叫做出家 那不,你出家,小娘在社会,开车 那白人都... 你都要做白人 自己都做不到,你要做什么呢? 哎呀,哦,那么这个 你修行了 他就,好啦,谢谢啦 好,我这样,你看 风水到越境,越究竟 越究竟 我说,你来欲我发问啦 啊,没有关系 我发问什么都会有 我没有分宗教 反正你要学的 我的法门王产老祖 心量大得不得了 哎,因为所有的众生都在老祖心中嘛 那还有分什么 往我将相换虎走卒 好,所以他回去了 好,过了差不多半年左右了 他来不是穿那个啦 头发就长了,才这么长啊 啊,穿着夹克啦 哈哈,来拜老祖啊 老祖啊,谢谢你提醒我 我终于醒咯 在家不好好做好 在家里不做到责任 尽责任 再怎么出家还是等于零 哦,对啊 所以,若是现在换你当阿弥陀佛啦 你有一个净土 那么,你派了观世音菩萨 到地球上去接迎一些移民到极乐世界来的 那么在世界上 地球上在世界上 家庭不管 主徒自己享受 啊,自己的面子 啊,夫妻责任不了 啊,父母 怎么孝顺没有见到 你要不要让那些道理极乐世界来享受 你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告诉各位同修 王展老祖传过的法门 在家秀道 做到问心无愧 一定会成就 好,前几天 有一位也是有学佛的在家人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的弄禅宗的大师六子 后来都没有人接禅宗 总共他写了很多 我回一张信给他啦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开世间要去找菩提 那根本就不可能 做到问心无愧而已啊 所以,你要做到问心无愧 当下,唯心圣教的法门 其他法门你找不到 当然我讲这样变得更高一点 不是我更高 赞叹王展老祖 赞叹列祖列宗祖书门 留下中华文化道统文化来 所以各位啊 我们要好好修好好学 人之在家修道 往往静难胜动 动就是一切的外缘 早上都讲过了 回备情缘所乎之为名利之 来,那个所千年 嫌疾快到了啦 无论你是经教、借教都好啦 你要抬教 你要抬得有成果 先普卦 用一普卦 王展老祖学庙真经送一遍 鬼谷县师天都经天公经先送一遍 来到普卦 我要为这个他要选县市长 或是要选总统 投给他、支持他好不好 吉凶如何 用意出来、寥寥分明啊 硬谣破 我根本就没得到 没得到 硬谣空蒙 是人家的 硬谣退审 那麽叫姐姐的 山边 你们的空叫啦 太空叫 硬谣带旋虎 你竟就差了啦 硬谣 你竟然连朱雀 你竟一天的出头这样啦 靠一只嘴 竟一只嘴 竟一只脚脚了啦 硬谣 就没清浓带破 你竟然竟到一个吃窩瘦毒瘾 以外 没有什麽不良字好啦 硬谣带过存 又破的话 就开机会了啦 你机会才拿他回家 去收岛天啦 其他我不能讲 一讲一讲 你后面都没办法好讲 对不对 我了解嘛 不要诅咒为虐嘛 这样而已啦 所以要诅些法 名利所签 签下去了 你如果拐手 你也万坛 万坛 动算动算 世间万物 变化无力 像现在 好多人 后悔 我当时不要选给他就好了 现在见到 把台湾经济带得这麽不好 怎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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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怎麽样 活该 台湾人的工业啦 但是有的人说 哎呀 我不投给他 人家也投给他 嘿 你心安理得啦 你不会去台湾楼 那就好 显弦已能 能接受我们推荐的 即使没有选帐 也没有关系啊 共业啊 你先问心无愧 哦 所以各位 你用意 你了得分明 我们嘉义一班 有一位师兄 他要付出哪一个选 立法委员嘛 当时人家都看好啊 他就扑一个挂 按照疏务开示的扑一个挂 不行 哦 那个 若是帮他抬教 结果四谣 好 冠过了 又租借 四谎一大堆 他就不相信 試看看 难道这么准吗 这个人做得好啊 哦 他就 自告奋勇啊 就去台湾了了 就拿了 不知道多少钱啊 去给他四谷卡啦 四谷卡 你听到吗 拿这个 钱啊 给他的 垫脚啦 好 那 结果 台到一半来了 好 书夫一大堆 那时候呢 有一天嘉义上课了 书夫啊 好 老祖好厉害哦 挂好准哦 怎么准 好 你说 台一群哦 死死活活啊 了解又拍画面 那些人要向我告啊 要告我哦 快来拿 浪港 剂了就好了 没死化骰汤 这个话你们听懂吗 以前我们结婚啊 没有现在方便的厕所嘛 都要的尿筒啊 老婆 那都老婆在用嘛 那么好的老婆死哦 那就不必了啦 你把他告一口骰汤 老婆已经往上楼嘛 没死化骰汤 钱了了就算哦 赶快 留 把照放下来 自己走就好了 让他自己走 没一个叫自己走 结果 那个 惨败隆归啊 哪有立法委员 就没有选账 因为 他的糗事一大堆嘛 哦 所以 你学义 用义 你不会被情 汉源 不会感情用事 攀源 是苦耶 攀源啊 不该 的事情 你就不要勉强嘛 攀源 不可以判你 哦 你来我伤给你做哦 到时候 所以难怪很多 在当 选举的时候 要不算到哪里的开支票 你选上的时候 给你当什么 选上 给你当什么 结果 上去了 还在选举的时候 都低头 都动头 一直动头 很有礼貌 选上的时候 抬头 都抬头了 哦 甩得不得了哦 接下来呢 拜托他的时候 摇头 有头 有头 三个头嘛 啊 你这个名利所牵嘛 怪谁 不要问他 好了 不要再讲 讲太多 你都算没人 没人都算 哈哈 好了 上上 上上世之修了 上世之修了 上世之修了 动中能静 动中能静啊 口味决定功夫 你用意 来作为自己的修行 凡事皆瞻 你不要走 那个冤枉的人生路 所以 人住出家修道 多乎清闲住在 白隐身处 白隐身处 其有存好 白隐身处就要客观 白隐身处要客观 我们往往人在世界上做事 往往都很容易跳进几道里面去 跟人家挤 你所看的就不清楚 所以你要客观 你怎么客观 秀才不出门 能诸天下事 就是用意经 用意 所以我们上事之修 动中能静 那怎么静 你要学义经 你才能静 所以老祖 在这个时代里叫我们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述口安心 大家学义经 修行道上可见性 大家学义经 公司客户无期心 我们印证这么多 我们这么多学员 同修这么多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实胜的酸甜苦辣寿 还没进入中门 爱爱摊摊摊 我相信一大堆 包括我当时还没误到意经的时候 也是爱爱摊摊一大堆 好事 永远 走他的路 坏事 永远如影随形 烦恼如影随形 那我研究八年的 整整八年的意经 我悟了之后 我发现人生就是在世间上非常无奈的 只凭着我读多少诗 凭着我是博士 结果现在监狱里面所关的博士一大堆 什么气管博士 跳标了一大堆 也是一样 虽然人往往都自以为了不起 瞧不起古人的智慧 所以在当时 我们这一栋迁楼坛场这么大 三四百平 跨界这么大 上面又一栋 要该这一栋 我要设计中间没有住宿楼 结果建筑师事务所 他们不敢设计 这么大的跨境 他们不敢设计 万一塌下来 那好了 拜托无人会做完 那我只有自己化了 自己算 自己用疫情算 算算 我交给你建筑师 拜托 按照主 你把我送去台北 结构技术用电脑详细算一下 算了三天三夜 算了 没有问题 九级 没有问题 我说原来 这个还有十级 它九级没有问题 结果九二一 那么大 没有问题 证明说古圣先生不骗我 那我就继续讲 不然当时我说 哎呀 我在大地日 我跟师母说 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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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千火残堂 塌下来 师母说花这么多钱 为什么波比塌下来 因为古人骗我 古人骗我 说一间 能知一切吉凶 能算出一切吉凶 结果 落下了啦 哦 那 我就可以休息了 就不要再讲了 免得造火业啊 结果上来了 嘿 呵呵 连一个 裂风都没有 所以我才更证明说 医经 医经能知一切法 能知一切未来的 获福吉凶 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学医经啦 你若是老祖父传这个医经不对 师父传这个医经不对 上天不可能让我一直讲下去 在九二一就把他压下来了 若是师父讲错了 风水对人类没有意义 不可能得到诺贝尔世界和平奖 提名的入围 不可能嘛 几千个万个 这之一 提名了 证明中华文化 医经风水 是人类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 每个人平安的一盏灯塔 和结构工程师 所以我们上上知识咧 我鼓励大家学医经啦 不必再怀疑 你怀疑没有用 你在试验上 你要在哪里找到 比王产老祖传的妙法 更准确 更有益 新的妙法 法文 再早没有了啦 那 我们也不要在这里自吹自擂啦 你进入门来 自己修行 你就知道了啦 嘿 所以我们现在在座 几位法师讲师 到处 在开课 洪华 传了这么多的妙法 我们目的 大家共同 建设一个和谐的 平安的受贿 希望大家 少造业 你就能成道 成就 动中能静 能静 你要学医经 你不学医经 绝对静不了 百分之百 可谓 绝顶功夫 怎么绝顶 绝顶功夫 你就进入维新圣教 法文来学医经 你才能真正学到绝顶功夫 不然 你自己要有什么绝顶功夫 除非你有很大的天分 不然 还是 前面 陷阱一大多了啦 有时 我们有一次 一位 研究 兵法的 大师 讲的兵法太多单了 结果到大陆 他带着亲朋好友到大陆去投资房地产 依照他的兵法研究来会赚钱 结果 他买了嘛 我跟他算了 风择中拂 没没收 诚信有问题 那么公司 诚信有问题 他们 政府诚信有问题 到最后 你的诚信有问题 你对你 带去的一些亲朋好友 你交不了差 不出手料 按照疫情所 还是的风择中拂 没财没库 卡在那边 政府与建商在打官司 一打下来 最起码要六年 六年再上市又要六年 哪一回十二年 十二年翻下来 你台湾去投资了 踩下去了 哎呀 这个 你兵法 这一仗 你就打输了啦 百分之百打输了 问我怎么办 看怎么办嘛 所以我们 大家来 你要学艺经 才能学到 真正的学艺功夫 问心无愧 叫做学艺功夫 要用疫情 大家 做人处处可安心嘛 所以我们在台湾过地都在开课嘛 过年这段时间也到了休息啊 过年后我们陆陆续续也会在台湾过地开课嘛 希望各位全宿同修啦 你们好好把你的道学好 已经学好 你就能学到一生的绝顶功夫 我们这一节就跟各位讲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产老主玄妙真经 这一本这一本绝顶功夫休闲的妙华 就在王产老主玄妙真经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